以色列古物管理局在16日声称 他们在耶路撒冷以西约5公里的莫萨地区 发现聚集有9000年历史 同时也是中东有史以来最大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 可以说是史前研究领域的大发现 外媒报导这座未处莫萨的古城 曾有将近3000人居住在此地 规模相当于现代的大城市 以色列古物管理局在卫星高速公路探勘时 让这座史前大都市意外曝光 考古团队在挖掘过程中 还发现到城里有许多大型建筑 巷弄和墓地 显示它有高度的城市规划 在深入挖掘后 考古团队还发现史前遗址里设有除仓棚 保有豆类种子 另外还找到取火工具 上千个可能用于战争或狩猎的箭头 以及除草砍树需要的镰刀和斧头 以色列古物管理局表示 这些发现证明了 9000年前已经实施密集农业 也记录了人类从游牧狩猎 演化成定居农耕的转变 这些发现实施密集农业 这些发现实施密集农业